可以说你蛮擅长把异国的 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 跟生活中的一些设计结合起来 这个怎么做 因为我可能很喜欢旅游吧 那我很喜欢旅游 那我觉得 我很喜欢不同国家的设计 但我觉得 在不同国家设计的文化里面 那设计是文化的一环嘛 所以在不同国家设计 它其实还有很多的 一个材质的表现 那我觉得很有趣 是把这些材质的表现 用在不同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有趣 就像我曾经拆掉一艘船 拆掉一艘船 什么船 就是废弃的船 那我就把它拆下来 就等于说我等它运回来台湾 那我就帮一个 等于说一个咖啡店 做一个前面的一个门片的一个设计 为什么要这样这么麻烦 因为我觉得 很有历史的特色 那我觉得很有故事性 那这艘船原来在哪里 原来在印尼 在印尼 对 印尼 那你怎么找到这艘船 应该是我们常出国 然后会看到会访很多的一个店家 那还有就是会去找一些 自己想要的一个 我出国从来没有去找到废船 所以你卖不卖废船给我 但我们就是知道说这里有在卖 等于说这个废船 然后它可以帮我拆一艘船的船板 那这个船 这个废船上的内容摊平 是原来这咖啡店的店主 他很期待的吗 还是你给他建议的 我给他建议的 那他有没有很惊讶 他觉得还蛮惊讶的 就是他会觉得这个颜色 跟人造的颜色完全不一样 OK 在旅游文化中 来作为设计的全员 你刚刚讲是在船 对 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告诉我们 你怎么从旅游中的 把这种不同文化的下面的元素 带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曾经在一家卖古董店 跟一个法国人吵架 我跟他说我要买这个窗户 我先看到的 他说没有他也要买 那最后还是我炒营了 那我就把他带回来台湾 帮我客人做一面隔肩墙 一定要那个地方的窗户吗 因为他那个窗户其实都很有特色 那我觉得我看到这些花窗 其实我就看到 如果把这个隔肩墙设计成这样的特色 其实就有画面了嘛 那这个花窗以台湾现在自己 也可以仿造 比较没有办法仿造 所以它那个是当地的货真价实 而且我猜一定也有点小历史吧 也有点历史时间的价值感 才有人跟你抢啊 对啊 所以现在以你看到自己的台湾的 这个我们使用者的市场看到 所谓文化在设计上的观念 现在的风序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我一直觉得设计是文化产业的一环 那它是密不可分的 那所以等于说 当我们不同的一个文化景观的点 那我们加入了一个设计面的 一个不同的空间设计以后 其实它出来的一个产业经济 其实是更不同的 你既然这么喜欢旅游 你现在看到外国的在设计的观念 有哪一些你觉得台湾可以学习的 应该是说我觉得像法国好了 那法国他们会保留 他们原始结构的一个建筑 那在里面做一些 等于说它只是会在室内里面 做一些变化 那我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古迹 其实都很漂亮 那我们就可以保持它的一个完整性 当我们在里面的一个内装 可以再做不同的一个设计面的调整 你在法国念的这个设计 他们对于发想是如何训练的 其实我刚去的时候 其实冲击还蛮大 因为我在台湾也是台一大的设计 设计学士 但是我刚到那边的时候 他们其实所有的教育体系都不一样 譬如说像在台湾教授给你一个题目 我们就开始画画图 然后再隔天我们可能就给教授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然后我刚到法国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用这种方式 我就非常认真的开始画草图 然后隔天给教授看 我说那个老师你看哪个比较好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指导教授 就用一个非常迷茫的眼神看着我 他说你怎么会问我呢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你就必须要为你的作品解释 然后辩护 这个才是你的 这不是我的 那其实当下的时候 其实受到非常大震撼 然后呢 还有我就看我的法国同学 他们一拿到题目的时候 他们有人在画图 就开始在找看 看比如说艺术史啊 看故事书啊 然后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怎么无所事事 然后不是很认真 但是呢 一个礼拜过后 我们草图一堆 然后呢也我们就讲的时候 就讲说这个东西很漂亮啊 很可爱或是很好用啊 之后就讲不下去 但是他们就开始从 为什么这一个可能是路易十五啊 开始然后哪个故事 他大概讲了半小时之后 才讲到他的作品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哇 他讲完之后我觉得 他的作品真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所以他们的作品是 邱尼一讲的意思就是 他们的设计作品不仅出来的设计成品 他还有一套故事 还有一套故事 对对 你在法国念了四年 这种训练 你到后来慢慢开始适应了吗 我后来我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我很不习惯 因为我已经习惯是人家给我答案 填压式的方式 我刚开始很不习惯 后来我就觉得说 我必须把我的水倒完 我才能够装心的 所以我就 我就常常跟我的法国同学在一起 然后呢 就是跟他们习惯于开始题目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找资料 或开始去 刚开始其实没有非常有头绪 但是这一点一滴之后呢 然后开始去讲 然后开始去辩证 然后他们也会跟我就是批评吗 或是干嘛都可以 但是那个整个过程最后呢 我会想出一个 有别于以前思维上面的设计 我觉得整个过程是很方便 那对于你的设计 最后出来的食品 也会有感觉不一样吗 就在没有进过的过程出来的作品 跟进过的过程出来的作品 到底什么样的差别 我也开始会讲故事 就是我开始会讲说 为什么我是从这样子开始呢 然后它的中间过程是什么 最后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成品 我也开始会讲故事